第一个问题是最初接到哔哩哔哩向前从节目组邀约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我拒绝 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以自己的就是身体素质还有体育就是神经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 就我感觉自己会落水 你看这时候已经开始为自己着补了啊 嗯 我要为自己着补了 之前在那个那个别的节目的叫新时代的时候跟我打打羽毛球 打的来虐我 你要他这样扣我 篮球也是 好 这个就不做数 闯关何让你觉得哪一项对你挑战更大一点 那肯定是闯关挑战更大了吗 蛤 真的啊 对啊 因为闯关这个我看不到什么希望 我觉得自己在第一关就会落水 啊 敢不敢给自己立闯关的flag 敢啊 说 如果我过了第一关 今天晚上我就奖励自己吃顿好了 觉得能到的几关 哇 我说实话我看了那个的话 就是我觉得三关左右吧 因为我感觉那个转轮那个我都过不去实在是 真的 你如果看了视频那我待会儿也去补一下 看得好卷 之前看摊霸直播给你也报了名 然后你是被迫来参赛了吗 是啊 直接这么直接吗 那你此时此刻上对了一天都自己说什么呢 我说谢谢你 谢谢你啊 我真的会谢 你会给队友一些闯关经验的分享吗 哇 绝对不会 我觉得就是以我的能力 就是我可以 就是最多告诉他们第一关怎么样落水 会不太 不要那么难看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谢谢你觉得你们四个人中谁登顶最大吗 就谁登顶的机会最大 我觉得看起来我觉得啥一天 好像 啥一天看起来像就是运动能力比较好的 对对对 就比较有机会 因为他好像天天去散步嘛 对 散步嘛 是的是散步 他是有运动嘛 最近 他最近 好 谁会三秒落水呢 我 就落水 落水的小鸭子 彩蛋 好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好啊 你看这个麦克风离你故意这么远 哈哈 对是的 我嫂子没有大 哈哈哈哈